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川剧它的来历有300多年了 因为咱们四川原来不是说有个说法 福广田四川过来了很多人 过来很多人之后 可能每个地方的文化产生了一些碰撞 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剧 我们川剧有五大声枪 光是川剧的高枪 它都有300多支牌子 登戏几十上百支 皮黄也就是说西皮二黄也是几十支牌子 然后包括谈戏都是好几支牌子 所以川剧是最复杂的 我那个时候在家里从小喜欢这个东西 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一个民营的剧团 我们生产队来唱戏 然后我一看也蛮不错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走了 然后我这样进入剧团 当然那个时候兴趣非常的浓 然后每天早上一一早子 什么五点过 四点过有的时候起来念工 然后搞 入门的时候 我们开人带的时候拉大顶双手倒立了 上去当时没感觉 然后大概十秒钟 二十秒钟的时候 那个汗跟着流 手没力 然后靠上去 砰 拽下来 然后摘下来之后就头着地 砰都下去了 都是这样的 他们上倒板 两块主板 然后把腿夹起来 然后啪 扳上去 然后五花大板 下边也是跟你绑上的 五花大板 这个腿叹都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五花大板 拽在这个地方 我大概一分钟不到 我叫别人给我解开 别人不解我开始骂人了 受不了了 骂多痛啊 那是最痛苦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就想 为了唱主角 为了让观众认可 那样好不容易 慢慢一步一步地走 一步一步地走 终于走到了中心点 站在舞台当中那个亮点 就在那个地方啊 甚至于跟很多国家元寿演出 然后现在观众呢 确实我说实在也在眼神 你想15块钱一张票 平均每天估计啊 大概就70多张80张票 观众基本上是60到80岁 他对这个东西 他有一种依赖 他觉得我的网言 我就去喜欢看我 喜欢看的东西 喜欢听我喜欢听的东西 但是说实在的 没有观众嘛 真的没有观众 只要有观众 咱们都在演 我作为一个唱戏的人 看不下新观众 失落 川剧原来是四大剧众 我不希望飞鱼挂在墙上 不要以后川剧打墙上 百战 百战 那就完了 我就希望咱们推出去 推出去之后 让更多的年轻人 他来接受我们的东西 接纳我们的东西 接纳我们的东西 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